阿妩可有消息 即便有 从宁朔到京城 快马加鞭也要五六日 等吧 是喜是悲都得等 这事饶得我日夜难眠 希望阿妩能够逢凶化吉 锦儿 听闻你们王妃出了事 我心里 难受得要命 我日日为她送金祈福 就是希望她 能够平平安安地回来 太子妃 自有与王妃交好 如今王妃下落不明 令太子妃担忧了 锦儿 我问你一个问题 一定要如实回答我 锦儿 锦儿定之无不言 你如此坚持留在这儿 难道只是因为 对相府心存怨念 锦儿 你也知道王妃两家恩怨是末 要留一个王室的侍女在紫檀府中 我这个做姐姐的 定要放心才是 锦儿 锦儿 在自己十五岁深沉的时候 曾悄然许下一个心愿 跟随在三皇子殿下身边 一辈子依奉她 一辈子依奉她 这十几年来 三皇子殿下与郡主亲媚出马 这一辈子依奉一辈子依奉她 锦儿 也是与郡主一同长大 虽然情童姐媚 但是锦儿心里知道 尊卑有别 自己的身份 不过就是一个不起眼的婢女 锦儿心里想着 郡主 有一天 与三皇子殿下结为夫妻 锦儿便可随嫁过来 一辈子侍奉在他俩身边 其实 对锦儿来说 已经是最大的福分 却不像 造化却如此弄人